彰化縣福星鄉公所組隊參加鹿港龍舟賽 隨著比賽日接近他們最近密集訓練 不過我們也看到 他們滑船的地方竟然不是在河上 而是在游泳池邊 Go 舉例一下緊握船槳在泳池盼賣役的滑 弄住一隻超有駕駛 他們是彰化福星鄉公所員工 為了參加鹿港龍舟賽 特別舉辦賽季的行程 訓練那個基本動作跟那個協調性 然後變時間如果比較久 那個耐力就會訓練出來 然後能夠讓工手的同仁 有同心協力 無論是在工作上或是在農作上 都可以得到一些團結的力量 大根體力 一次集訓時間大約三小時 休息時間不多 特訓完隊員們無故搖酸被痛 就是肩膀這邊還有腰背部 然後還有腿都會有蠻大的一個傷害 那就是而且這個在水池裡面 它其實腳多少都會去跟那個磁磚摩擦到 所以那個腳部分也會有紅腫 之所以懸在泳池旁特訓 原因大有來頭 去年參賽因為找不到地方練習 只好在填梗間訓練 不料水源不乾淨 引起不少隊員皮膚過敏 但努力有了回報 除了得到機關所的第三名 還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我們其他幾個隊員 去年華玩有生雙胞胎的 還有生兒子的生女的 都有一個附加一個收穫 大家都是老婆都還滿幸福的 體育變更好這樣子 儘管集訓很辛苦 但相公所的同仁們卻感知如一 因為這些練習 除了增加同時間的默契 還能夠鍛鍊體後 更有機會增產爆裹 連爆裹宣文章話報導